這個東西有價值 所以我們在保存古蹟 你到底保存什麼東西啊 要談價值 那這個價值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談談誰來保存 為什麼保存這些東西啊 好今天天氣冷冷的對不對 那不然我們來泡溫泉 天氣喝一個老人茶不錯 我來怕雞嘛 為什麼要療療 人家賺到咖啡室又賺 不可以想要療療 沒關係你就自由舉手 自由離開無所謂 為什麼你來聽這個東西 因為你覺得這個的付出有價值 那這個價值到底是什麼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要談古蹟保存 或是管理維護 或是要介紹給人家說 這個價值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有的叫做國定古蹟 有的叫做一般的東西 到底他們中間的差別在哪裡 好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等於是說先談談談 什麼叫做價值 再來看誰來保存這個價值 是誰的責任 以及各位請問一下 保存古蹟是只有 我們德華民國在做 而且全世界都在做 全世界都在做 對不對 那全世界有沒有標準 應該有 有嘛 有一些客觀的原則 那我們到底是要了解 客觀原則 再來看我們自己 還是管他世界怎麼樣 只要愛台灣 一切都是合法 好像不太是這樣 對不對 全世界有一些基本的規則 比如說看到紅色的十字 這個東西就不能 子彈打過去 除了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中東那些 ISISO 對不對 紅燈要停還是要走 要停嘛 綠燈怎麼樣 可以走 這是什麼 全世界規則 開車要走左邊還要走右邊 也不一定 看不同國家 就是不能走中間 對不對 這些叫做國際規則 是不是 制度有公制 英制對不對 你要用更特別的 那就是另外一個 一般的公分 我就是英修 對不對 這個大概已經有一個 國際規則 所以我們講說 我們來了解 保存古蹟 或者說活化在利用 或者說 甲場經營管理 管理維護房災 那其實不是我們自己在想 是全世界都在想的問題 各位 我意思嗎 我們不比人更厲害 或不比人更猛 但是全世界都在聽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去思考它 然後呢 能不能全操 當然不能全操嘛 是不是 按照那個東西 然後我們再來看我們的情況 能做多少 做多少 盡量學習 取法呼善 而呼其中 盡量來打招 這樣說了解 不好意思 尤其文化這個事情 好 好 那一步一步來 至少我知道目標清楚 在那裡 一步一步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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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